怎么样 利物浦的球迷们 你们开心吗 客场 老特拉福德 3比0 这就是斯洛特手下全新的这支利物浦给我们所能带来的开心和愉悦 那么相比于过去两年 目前的这个利物浦给我一个感觉就是稳 当然咱们这个东西要实话实说 我个人非常喜欢科罗普 非常尊敬他 但是不得不说 目前的这支利物浦英超 踢完三轮了 是唯一一支不丢球的球队 进攻端的进了七个球 这样一支火力又猛 防守又稳的球队 我只在巅峰的那支利物浦181920年 那三年 那个时候看到过 但是在之后的这个转型期间 在过去两年里面 利物浦暴露出了很多问题 在整个转型期间的这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扎叔他可能遇到了指教的这种瓶颈 他对于球队的改变 实话实说是不太明显的 所以说为什么我有一种感觉就是 科罗普呢 他真的觉得他自己在利物浦的这个职教遇到了一种瓶颈 他不好再突破了 而且他自己也觉得很累 没有办法再突破 在这种情况下 他觉得他选择呢 就是G6勇退 我非常能理解啊 但是呢 有多少的球迷啊 自家球迷在听到利物浦要退休的时候 要退出的时候 觉得自家这个天要爬了 又有多少呢 其他球队的球迷过来嘲讽利物浦 觉得利物浦啊 扎叔一走 利物浦啥都不是 就完蛋了 而且呢 在整个下窗没有太大音源的情况下 球员呢 并没有太大的这个变动的情况下 能踢出这样一个成绩 我感觉作为一个利物浦球迷 我已经很满足了 好不好 一步一个脚印 虽然呢 现在才进行了三轮 还有很多的这个比赛要踢啊 但是我觉得我对利物浦的这个看法不变 本赛季呢 踢个前四 应该是问题不大 好不好 然后回到这场比赛啊 就是利物浦现在为什么他能踢的这么稳呢 我之前可能也讲过了 把这个战术板又拿出来了 之前也讲过了 就是你看人员还是同样的人员 这个点呢 还是这边是萨拉赫 过去萨拉赫踢什么样一个角色啊 踢什么样一个角色 能突破 能内切 背身拿球 而且他是前场的拿球核心 唯一真核啊 所以他一个人要干很多事情 甚至说他之前几年还开发出了这个防守端 所以呢 他的这个活动范围非常大 而且要做的事情非常多 但是呢 在斯洛特手下啊 就是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踢4231呢 他加了一个索伯斯洛伊的这么一个角色 看到没有 索伯斯洛伊的这个角色 他呢 过来帮 萨拉赫分担了很多任务 你别看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表现不是很亮眼啊 但是他可以通过这个跑动 帮萨拉赫分担很多任务 包括迪亚斯的介入 也可以帮萨拉赫分担很多任务 当萨拉赫呢 你把他 你把实践式交给他做的时候 比如说上个赛季 他可能呢 有一些比赛经常发挥不好 你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甚至呢 他自己都在产生自我怀疑 跟诈叔场外产生了一些争吵 因为他所做的事情太多了 他不可能像自己巅峰期那样 一个人干十件事 一个人当一群人用 这不可能了 但是呢 斯洛特把他的包袱卸下来了 说你呢 每一次啊 只专注于一件事 因为你的身体机能虽然是下滑了 但下滑的没有那么快 没有那么的明显 如果你只专注于一到两件事的话 你仍然是英超第一右边风 没有人能比得上 所以萨拉赫呢 听取他的建议 在身体条件下滑没有那么快的情况下 仍然可以发挥的非常不错 但是呢 与此同时 索伯斯洛伊显得呢 看起来比较暗淡 但他其实可以通过跑动 包括这个若塔这个回撤 疯狂的回撤 这两个人其实给这个两个边线呢 分担了很多这个压力 然后呢 亚斯这边 这是一个进攻力气 在斯洛特的这个反击的体系之中呢 他的这个速度 这个下滑是当重要的 我们呢 还没有看到新元基耶萨 我是迫不及待的 已经等不及了 就等待这个基耶萨 特别是70分钟以后 萨拉赫一换下 基耶萨下滑 然后加克波上来呢 他就可以内切 因为加克波是没法突破的 他速度不是那么快 是吧 所以他是内切 所以这个阵型的就这样 萨拉赫在的时候 这个阵型是这样的 往下走 是吧 这一回来是这样的 前面你再放个努力斯一冲 这个画面有多美 我不敢想象 特别是70分钟之后 你再冲对方了 真的 就不敢想象 然后呢 今天 我要着重的夸奖一个人 咱们的这个格拉芬梅赫 就格拉芬梅赫今天这个表现 还买什么六号位啊 喊一个夏天了 或者喊三年了 要买六号位 六号位 格拉芬梅赫这不就是最完美的六号位吗 今天踢出来伯格巴的感觉 就今天格拉芬梅赫这个表现 他带球推进 他的这种小技术 这种摆脱 他的这个传球 就这样一个表现 我跟你说 苏比门迪来了 掉踢替补 之后就马上就看了这个赫塔费 跟皇家社会的这个比赛 真的 苏比门迪就在这场比赛里面 他真的不一定有格拉芬梅赫提的好 这个格拉芬梅赫今天 如果能保持住 如果真的能踢出来的话 那不就是一个伯格巴吗 踢出一个亿的身价了 现在问题就是你这保持住 你别保持不住 再崩盘了 这问题就大了 所以保持住的话 我跟你说 这个球队赚大了 克罗普对于他的改造不明显 就格拉芬梅赫在他手下 没什么态度的机会 有一度时间我是觉得 他应该去踢索伯这个位置 但是后来想一想 他踢索伯这个位置 不是不能踢 他能踢 也有一小射门 也有传球 小技术也很不错 因为前腰这个位置 就是需要技术非常好的 索伯苏罗伊在前腰这个位置 很显然他不能作为核心 因为他没有这种 很精致的这种小技术 但是你把它放到八后位 你放到格拉芬梅赫这个位置 他显得又利物同心 所以他这个定位就比较尴尬 是不是 就格拉芬梅赫很多朋友觉得 这个问题其实大家已经纠结很久了 很多人觉得利物浦需要一个受邀 需要一个黑油硬 因为觉得利物浦这个中场 没有硬度 但现在这个问题就是 往往球员的硬度和柔韧度 是不能兼得的 你没有办法说一个人 他又硬又柔韧 这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你把它弄得最好的一点 你怎么说 你要找一个中间的平衡点 这个人就是凯赛多 凯赛多的运动能力 他的柔韧度是够的 而且他也有硬度 这个基本上凯赛多 就是一个天花板了 就是为什么去年利物浦 疯狂的想要求够凯赛多 就是因为又有硬度又有柔韧度 你单纯的买来硬的 比如说曼联想要引进的这个乌加特 用处不大 在利物浦的体系里面 他真的是用处不大 很多人喊的那些什么受邀 什么什么帕利尼亚 包括什么桑加雷之前传的 这有硬度确实有硬度 但是真的就是没有柔韧度 柔韧度能干什么呢 他可以做很多的这个小动作 可以摆脱 你没有柔韧度 你怎么摆脱 包括节奏的转变 柔韧度最好的 是这个欧洲杯的冠军西班牙 你看到亚马尔 那个就是柔韧度特别好 我怎么摆脱 你都跟不上 硬度呢 你没办法 你的身体太僵硬了 你比如说什么远层航 身体就是比较僵硬的一个典型代表 身体僵硬呢 你很多技术 它就是比较糙 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糙 柔韧度它技术很细 细的话 又能摆脱 又能传球 又能持球 往前推进 这多香啊 是不是 所以目前看来啊 格拉凡贝赫 这个 太直了 是不是 这最大的这个亮点 跟过去两年比的话 最大的亮点 好吧 其实怎么说呢 这个战术上啊 其实今天 六火 进五个球 进六个球 都有可能 那聊聊曼联吧 曼联这边呢 怎么说呢 我都不能把他的问题啊 完全归咎于战术 因为如果是战术的问题 他战术是完全错误的 这个滕哈瑟战术 如果是完全错误的话 曼联是不应该有很多机会的 但是今天曼联呢 还是创造出来 那么两三个 特别不错的机会 但是给你机会 你没把握住啊 就机会没把握住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球员有一定的问题 就球员一定要负责任的 你不能把这个锅 全给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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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会儿啊 我找时间再出一期视频 我聊一聊英超整个 这个这个 这个B6的 这个引员转会 因为转会期 现在已经结束了嘛 窗口 窗口已经关闭了 很多朋友 就持一个观点 就是我买人 你想要冠军 才一定要买人 也不能说完全错 但是问题就是这个买人呢 跟冠军 它没有必然性 不是说我开航母 我就能拿冠军了 这个不是这样的 它肯定是有相关性的 但是没有必然性 你买人瞎买 最后结果就是 曼联77 就类似于这样的 但是这种球队呢 它可以不断地试错 我买错了 我换一批 换一批的来 直到我买到了冠军为止 有可能 有这个可能 但是我在那个视频里面 我在着重讲嘛 我说曼联的买人 到底有什么问题 你看4其实还不错 是不是 就感觉这个曼联 这个买人的都挺对位的 确实今天曼联这个买人 你像那个什么德里赫特 曼联这个德里赫特 包括马自拉维 如果不是他俩 今天还能再丢3个 不是3比0 就6比0 还能再丢3个 但是他的这个进攻端 你什么齐尔克泽 你买的这些 包括之前买的 什么芒特 这都啥呀 这都是 包括什么霍一伦 就你买的这个球员吧 怎么说呢 他不光光是能力的问题 你不能光看能力 可能的是有潜力 有能力 但是 这么曼联的买人 是一脉相承的 我在另外一个视频里面 会详细的 给大家讲一讲 我说 有的球队 为什么他买人 他就买不准 你像隔壁的这个曼城 他没什么引员的计划 只买了一个 这个萨维奥 人家一个窗口里面 他也是谨慎的开销 曼城在这个窗口里面 他挣了1.4个亿 通过卖阿尔巴雷斯 卖这些球员 然后京都安免费回来的 萨维奥也没多少钱 但是人家买人 准确率就非常高 性质就非常的好 曼联的这边 看似打了一个满分 该买的人都买了 但是他这个问题 我觉得 还是没有完全的解决 也不能是 腾哈赫完全的责任 就今天曼联的 这三个丢球 你会发现 如书一这个 全都是中场对抗 要么是被拦截了 要么是中场对抗丢了 要么是像卡特米罗 这种传球传丢了 像卡特米罗 其实他已经应付不了 英超的强度了 传球都能传丢了 还是 他中场出问题了 不是曼联的后方 曼联今天后方 其实我觉得发挥还可以 曼联就是中场出问题了 利物浦的这个中场 今天发挥超神一般 还是那句话 得中场者得天下 利物浦的中场 要是能培养出来的话 我觉得 有戏 这个赛季可能有戏 甚至有可能拿冠军 当然这个话 说的有点早 只不过是 咱们要做出来不同的假设 你不能说 这个假设没有意义 就很多东西 咱们做出重大决定 或者是 想要看一些结果的时候 你要做出来一些推演 如果怎么样 如果怎么样 你把这些可能性都列出来 然后看看推演 再这么来 一般来说 你看 在平时的生活里面 不都是这样 是不是 所以咱们看问题要从多方面看 所以冠军不是没可能 利物浦这个赛季得冠军不是没可能的 至少在目前的趋势里面看 我觉得斯洛特他还没有达到自己的天花板 就利物浦今年的影员 几乎等于没有什么影员 只不过是补了一个基耶萨 就基丹利来讲就是补了一个基耶萨 但是我估计 这个夏天 这个修斯 李萨德修斯 是利物浦的一个总监 他跟斯洛特的一个交谈 我猜 我没有证据 我猜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因为从球迷的角度上来看 利物浦他就是不花钱 氛围不花钱 马氛围没有问题 是不是 因为这些球员 球迷都很熟悉 但是对于斯洛特而言 在他的这个眼里面 我给你模仿一下 修斯跟斯洛特的这个对话 是怎么样 修斯可能找到斯洛特 他可能跟斯洛特讲 咱们这个俱乐部 小本兵赢 可能你的第一年 对你的这个投入 对你的支持 可能会没有那么多 但是您先用着 咱们这个球队 二十多个人 您先用着 用完之后 你考察一番 你觉得哪些权该换 哪些权不该换 哪些权应该留 您考察完了再告诉我 然后咱们没有犯错的这个机会 咱们试错成本 这个不能太高 是不是 我们受不了 像切尔西卖来那种 一买五千万 然后水货 这个俱乐部受不了 所以您先接着 您先扛一扛 能扛过来的最好 然后咱们试了一年半载 咱们最后再说 基本上 修斯跟斯洛特 就是这么说的 宁缺无滥 如果有好的 咱们就追 如果没有好的 咱们耐心等 先手下这些人 咱们先用着 斯洛特这边 用他的脑壶路来想 他说 这个完全没问题 因为什么呢 对于我来讲 我过去带的是什么 阿尔克玛尔 菲耶诺德 你现在给我接手利物浦 那么二十多个人 全是新缘 对我来讲 全是新缘 没有老球员 所以这些人 我想把这些人玩明白 我且得花时间 所以你不给我钱 买人 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这些人 我还要看看 他们的所有的潜力在哪 这就是斯洛特的想法 在他的眼里面 每一个人都是新缘 都是新的演员 他暂时他不需要 就在他眼里 他就是不需要 因为他觉得 利物浦的球员 境界比较高 可塑性比较强 他可以有很多面 所以他觉得 他的战术 包括他的管理的 理念上来讲 有很多的可塑造性 有很多的可行性 所以就为什么 很多人觉得 他是过来背锅 绝对不是来背锅 因为他想实施的 自己的这条东西 我觉得 在利物浦 还没有到一个天花板 哪天到天花板了 他会跟主舰说 我需要一个六号位 我需要一个后位 我需要一个什么类型的 他有什么样特质的球员 他会提出来的 至少在目前 可能没有特别合适的情况下 俱乐部是不愿意冒这个弦的 这是我的理解 至少 目前场上表现上来看 我觉得 这个利物浦 还有很大的空间去改进 但是现在一个球没丢 我有点懵 我说这个利物浦的天花板 到底在哪呢 你搞不好 对不对 等等打曼城 打阿斯纳 看看能不能露馅 至少目前 斯洛特 他接受住了考验 第一次打考 面对 这个腾哈赫的曼联 经受住了考验 而且繁城的相当的不错 这场比赛 我满分100分 我给打120分 怎么样 那 还有一个点 就是很多人说 很多人不看好利物浦 因为觉得 这个斯洛特呢 在荷兰的时候 在荷甲的时候 就是这个腾哈赫的手下败将 但是你要看看 腾哈赫在荷甲带的是什么 那是班霸呀 那是阿贾克斯啊 那是相当于在英诚里面 带的是曼城阿斯纳 斯洛特带的是什么 菲耶诺德 阿尔克马尔 那这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是热刺 维拉 相当于这种球队 你这个没有办法对比 这个层次不带一个 一个是班霸 一个是霸主 一个是那种 争冠争刺的这种球队 你这怎么能比呢 所以说 整体而言呢 我觉得这个 我是很看好斯洛特的 我对这支利物浦 充满了希望和期待 我不知道 小伙伴们 大家你们怎么想 欢迎你们 在视频下方 留下你们的观点和看法 咱们一起来讨论讨论 今天的这个球呢 就先聊到这里 下个视频 仔细的去聊一聊 整个营潮 六支球队 六个强队 一个六里面 他们的这个转会策略 我给做一个总结吧 好不好 下一个视频见